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烈寒流来袭 宜兰县太平山上成了银白雪果 好冷耶 真的好冷耶 民众包的仅仅做足保暖 还是感受到刺骨寒风 看一下山上温度 哇 是零下六度 山路也是一片银白 车辆被厚厚的冰线覆盖 这样的天气出门上路恐怕危险 因此宜兰县政府昨深夜宣布 今天大陆下雪结冰 容易造成车辆打滑的情况 考量师身上学的安全性 山区学校自行决定 是否停止上班上课一天 其他县市为了学童安全 也采取停班停课措施 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保暖防寒 可别受冻了 突发中心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